魂老爹 趕電玩 先跟各位說一下 老爹的這個一拳超人 以後改成135日 1357更新喔 135日上片 請大家告訴大家 大家好 嗨 各位觀眾 老爹今天要打造 版本目前最強的 原始武士 來 首先來這個溫泉旅行 這邊有這個商店 我買 UR萬人碎片 然後 這個沒什麼用耶 好 這個也買一買 糕點挑戰券 我也買 這來都不是很重要啦 什麼卓越招募券啊 這些可以幹嘛 這個都太多了啦 然後問全商店 還有什麼一定要買的 五百多 好難選喔 這個啦龍吉徽章買一買啦 這個波羅麵包老爹已經六星了沒有用喔 這個加錢買一下 這個加錢買一下 我好像太多了耶 這個幣好像太多了耶 我這個有五千個啊 我這個 我這個嘛 好 還有四萬多耶 還有一萬多 隨便買一買啦 這個老爹自己在賣一拳通關吧 買太多張啦 這個主要是要買這個 這個啦 極別專精突破道具 我主要是拿來買這個 好嘞 各位 超商 特賣區 我們一樣吧 好划算的禮包 多買一買 沒問題 禮包區 這些都沒用耶 日常區 這個 這個買個一百 一百一十四張 這樣下次活動 我再買個三百張 就剛好六百張啦 就沒問題啦 然後剩下的老爹都買完了 這兩個都不能買了 然後我記得 這個 助力禮包 這邊有強者招募券 我們一樣買起來 因為我的鑽石吼 實在是太多了 這個黑券也買一買啦 削一下我的這個鑽石啊 那麼現在 最頂級的原子武是 來 五星指武 然後四星 六星 裝備全部指六星 征服卡全部六星 都洗好的 都是最屌的 傷害率三 攻擊力兩 攻擊加成兩個 攻擊力三個 暴擊力三個 攻擊力一個 都是幾乎是最完美的 再來就是這個啦 專精 來 直接突破 特攻七階 沒問題 再升級 然後 要六星才可以到八階喔 要六星才可以到八階 八階 現階段我相信 沒有人可以六星吧 哦 現階段應該沒有人可以六星的 所以老爹目前這個應該就是最強的啦 徽章二到達四階 好嘞 四階 好 沒關係啦 現階段的版本 大概最強差不多就這樣了啦 差也差不了多少啦 然後 落地的火鳥 我決定給他 不計成本喔 不計成本 升到六星啊 其實我覺得火鳥至關重要 在一場比賽之中喔 火鳥 如果能夠多活下來喔 他就可以幫隊友復活 對於比賽來說 至關重要 來 我們把他升到六星 增加我們的 免傷率5% 我倆是敵ではない 沒問題 很多人把這個火鳥啊 就隨便練一練啊 其實 火鳥是很重要的 這邊給他提高一下閃避體 閃避綠啦 哇 好啦不夠啦 那就大概這樣啦 兩個會見識一下 當前版本 幾乎 最強的原始武士 到底有多囂張 兩個會見識見識 開始戰鬥 開始戰鬥 很嚇人啊 我敢認第二 有人敢認第一嗎 原始武士來說的話 目前有人的原始武士 比老爹的還囂張嗎 OK L 90這麼狂 我們再來 當前版本最強大概就這樣啦 再一個6200萬 沒問題 原子武士還要再更強喔 要把那個 要把他用到六星啊 但是老爹 等那個疾風溫德出來之後 我再把UR的原子武士用到六星 因為現在還不是原子武士最強的時期啊 看到沒有 有一個2億7千萬啦 越打越強啊 我們的原子武士越打越強啊 再加上老爹的火鳥永遠倒不下去啊 現在的老爹 應該有台服前五名吧 應該有吧 有沒有前五啊 靠腰 就算沒有 再給我一段時間 我一定會是台服前五名的 我有信心啊 我有信心啊 好再來 原子 早安 2億 1千萬 對面 對面似乎 連第一個回合都撐不過啊 好像連第一個回合都很難撐過啊 他的原子武士 才一千多萬啊 才一千多萬啊 你能夠撐過第一回合嗎 對面的存權 兩千兩百萬 原子 這多少啊 10億啊 10億的傷害啊各位 看到沒有啊 當前版本 最嚴重的原子武士 一刀十億 你敢信啊 這就是老爹 重金打造的結果啊 記得幫老爹按個讚吧 10億啊 他才剛出不到一個月啊 有你們的支持 老爹會持續強化 好 這個比賽大概勝負一分啊 要不要記住這部影片 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前 大家 掰掰 10億啊 10億啊 晚點 五萬 兩千八百萬 五萬 五萬